文青1972年1月1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专业 北京大学艺术系研究生 中国内地主持人演员 文青曾是央视最红女主持之一 文青算得上幸运 刚毕业就被分配到央视做主持人 进入央视之后 文青先后主持了生活开心词典音话时尚 事业上一直顺风顺水 2000年至2002年曾担任过两次春晚主持 也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但是在05年 他却突然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离开央视转到中央电视剧制作中心当演员 他的理由是央视工资低 无法满足日常需求 文青做主持时 曾先后获得央视十家主持人 五个一工程奖 星光奖 观众最喜爱节目主持人 相比之下 转为演员之后却默默无闻 07年文青主演天仙佩 2010年签约影视公司 正式踏入演艺圈 先后出演龙门标局青年之痒等等 但是作为演员的他却没有让观众记住 而且很多作品都是辟角身份 事业发展得不顺 让他把重心放到了家庭上 文青丈夫王小斋是一名医生 两人有一个儿子 曾有记者采访文青 演员和主持人哪个更赚钱 文青巧妙回答 我没有具体统计 但是我对明里不是太在意 分保肯定不成问题 文青还表示 不管做哪行 只要努力就一定能赚钱